12月3日的满月是今年最后一次满月,也是今年最大的满月。 北市天文馆表示,今年的超级满月比6月9日的最早满月大了13%,相当于10元与50元硬币大小的差别。 当天晚上7时至9时,天文馆将大型天文望远镜搬到天母棒球场,让民众在市区就能透过望远镜来仔细观察今年的超级满月。 北市天文馆表示,月球已椭圆形轨道绕行地球,所以和地球间的距离不断变化。 如果满月发生时离地球越近,所看见的满月也越大,今年最大满月旁边还有一颗非常明亮的橙红色亮星陪伴,这是金牛座的主星碧秀舞,与满月相称格外美丽。 天文馆表示,当天月球下午4时58分从东偏北方升起,晚上11时47分达到满月,4日凌晨5时31分才从7片北方落下。 欣赏最大满月无需任何工具,用肉眼即可欣赏,但若透过望远镜观赏,更可以看出一些月面地形特征。 有关最大满月的更多资讯,可参考台北天文馆网站网络天文馆的详尽介绍,今年的超级满月比6月9日的最小满月大了13%,相当于10元与50元硬币大小的差别,图天文馆提供分享。